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瑞 24号晚已加强为超强台风级 目前已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方向移动 逐渐向台湾南部沿海靠近 最大可能于28号上午 在福建中部到广东东部一带沿海登陆 台气象部门已于25号14点30分 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27号除了东部的降雨会持续之外 南部的降雨很明显地增加了 所以在27号的话 是东半部南部的雨势会比较明显 那其中可能在花冬或者是南部的山区 不排除可能会有局部的大豪雨 随着台风杜苏瑞越来越近 岛内各大超市也纷纷备战 有超市专门设置防台风专区 特别提供储水用品 针对泡面 零食 粮油等增加供货 还有超市推出罐头 泡面 天然水的限时优惠 来吸引民众 买水吧 因为怕到时候缺水之类的 然后简单方便一点就买些泡面 或者是微波食品 就是家里可以简单处理 防台风 民众抓紧时间采购 但受到预期心理影响 岛内菜价已经涨了两成 上个礼拜五来买 今天买好像空心菜多五块钱 这个菜也多五块钱 不止普通民众 岛内的便当店业者 对于飙涨的菜价也很有感 现在菜都比较贵啊 这家台风还没有来菜就涨了啦 哎呀 明天也可能更贵啊 没办法 据统计 目前岛内菜价 600克地瓜叶 从43元新台币 涨到50元新台币 芥兰 蜗具也翻倍涨 涨得最凶的是包菜 从600克35元新台币 一路飙到55元新台币 台风过了之后 因为南部下大雨嘛 那个会有浓榫啊 对 然后会减少 菜会不好看 所以那时候菜 可能会稍微变贵一点